好 繼續是M直播 休仔 多謝大家支持 說回今屆的其中一個主角 那個主角就是死物來的 就是VAR 很多爭論點 大家也有看世界盃 或者英超這幾年的大賽都會看到的 我自己有一個疑問 我對VAR這一點都提過 入不入 出不出界 非黑即派這些東西 我就贊成 但是有沒有越位呢 我想跟大家研究一點 因為球員有越位 那一點 很多時候都是靠隊友全球那一刻 交去才計算的 但是在今屆的世界盃的VAR方面 我見過出現過 同時間交的那一刻拍了 另外就是越位的位置 但是有些很爭議性的時候 我見過他最後很多時候的鏡頭 就是交代了 CAT就是VR 那個就是越位那個位置 但是沒有拍就是踢那一刻 計算那一刻 所以科技好像很公平 但是去到尾都是人手操作 我雖然對VR那個半自動 那些很多的系統 我不是有太高的評價 說回循環 巴西對韓國 亞洲球隊 日本 韓國都打得很好 但是應該韓國隊 雖然有很多粉絲 對著今屆被小弟以為延門的巴西隊 應該都很難創造奇蹟 我預計巴西隊這場球會繼續是能夠 以大延門的姿態淘汰韓國隊 進行去到今屆四下杯的八強 有請多謝大家收看安播體育傳媒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八強四強決賽 到時見 下集中 緊貼住最新的足球籃球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AMPLUS 安播的頻道 至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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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啦